稻妻球星大谷翔平才刚拿下双冠王 又紧接着展开季后赛 大谷翔平身穿蓝色套装反带棒球帽 牵着爱犬DECO品前往球场 毛小孩同样穿上稻妻队球衣 还跟老爸一样背号都是17号 父子党模样帅气又可爱 郭联分区系列赛G2稻妻对战教室 37岁日级强头打笔修友 首度在大联盟季后赛对决大谷翔平 打笔修友获力全开 大谷翔平全场四打数无安打 还苦吞两次三阵 赛后打击率降为0.222 教室以10比2痛载到齐 不过比赛途中却发生差距 一颗棒球还有空啤酒罐 从观众席朝教室左外野手普洛法丢过来 贝兹在一局下半瞧出一颗深远飞球 道齐球迷一度以为是追平轰 怎知普洛法用力一跳 手套伸进观众席完成揭杀 还试图挑衅道齐球迷 七局下半时 道齐球迷按捺不住怒火 朝普洛法丢垃圾泄分 普洛法怒气冲天朝着观众席标骂 队友跟教练立刻跑上球场安抚他的情绪 突发状况导致比赛一度暂停约15分钟 不过普洛法人开心的说 没收拳雷打一直是他的愿望 很开心能在季后赛圆梦 TBN新闻综合报道